复复拔水 我也觉得很厉害 我也觉得很厉害 很多时候我们在洗洗发精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头皮容易出油 外面的空气有一些脏污 你一定会有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脏污 卡在我们的毛囊上面 那你以为你洗头洗得很干净 其实没有 我个人就做了一个实验就是 我自己洗完之后 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催得很干净洗干净 然后我就是用那个头皮的显微镜 根本真的没有啊 你以为你洗干净 其实泡泡还在上面 真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期啊 开始大家会有一些掉发的问题啊 或者是头皮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回过头来检视说 你用的洗发精对不对 你洗的方式对不对 还有你的头皮上面的那些脏东西 有没有 有没有清干净 其实就是清洁 跟刚刚洗脸是一样的 没错 就是你皮肤糟皮肤擦烂 就是因为你清洁没做 嗯 那你头发的很多问题也就是 第一个你清洁没做好 是的 然后这个的使用方法我觉得非常的简单 不管你是要洗髮前或洗髮后 对我觉得它真的太有人性 就是很方便 重点是我觉得它的设计就非常方便 超方便的 然后我就直接这样 对对对就好了 对对对我就是 对对 到时候它就是转开 对 然后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按摩 对对对 然后我跟大家说你在洗的时候啊 它不会有那一种很色让你的发根打结 完全不會 很柔軟 對 就會讓你邊洗的時候 邊會覺得你的髮根很順 而且根根分明 然後它會帶給你的頭皮 是有一種很舒服清爽的感覺 就表示那些髒東西真的都被你洗乾淨 對 它很溫和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害怕 用一些比較強的成分太刺激 你就可以先用這個先入手 對 它用的是蘋果醋 大家聽到醋可能會想說 那個味道是不是酸的 不是喔 它是果香的 它味道是很清新的果香 我覺得是甜美可愛的味道 但不是真的是蘋果醋 對 它就是有一個非常香甜的蘋果醋 而且很厲害是 因為我都是在洗髮之後用 然後就先洗完頭之後 我就用這個把它敷在頭皮上 然後再洗身體 所以其實整個過程大概 在頭皮上停留大概兩到三分鐘 你就要一直把它抽掉 喔 你這個方法很好 很省時 很省時 對 然後整個頭會超級香 就是一個自然清甜的蘋果味 對 清新的果香 然後整個頭會有兩種類的 有一個超級香蕩 就不想用這個 然後整個水分